回到新聞時間 有近180年歷史的中環街市 完成首階段活化保育 明日事業 大樓保留了舊建築特色 亦提供休閒空間 希望做到合買、合玩、合吃 鄭志琳帶大家看看 活化之後的中環街市 保留了地下中庭開放式設計 同時亦都有公眾休息空間 走到累想休息也得 又可以用來做街頭表演和大型活動 走入內拢就會見到主樓梯 沿用了傳統的上海批檔 重新鋪設式面 即使加裝了扶手 可以逆轉的組裝模式 都不會破壞樓梯結構 用了12年 這一座有近180年歷史的 三級歷史建築 首階段的活化工程已經完成 活化之後的中環街市 在不同的位置都有這些二維碼 方便市民一端 就可以知道更加多了 除了翻身之外 街市裏面亦都有展版 詳細記錄了由1842年以來 中環街市的變化 大約70個商戶星期一會在新街市事業 項目強調新舊交融會定期有不同展覽 亦都會為初創企業提供支援 有線電視記者鄭智能報導 中環街市場 正在那邊